大家好,这里是大树外厨房 做辣椒油的时候直接泼热油就错了 今天教你正确做法简单一些 这样做出的辣椒油才又香又辣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非常简单又好吃 不仅吃火锅非常香 而且凉拌菜也特别好吃 我这里准备了400克辣椒面 往里面加入4勺食盐 一定要用白色的盐 喜欢吃淡一点口味的可以少放一点 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勺白糖 白糖为了提鲜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调料全部搅拌开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点水 水不要太多 把辣椒面稍微湿润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等会用热油泼的时候 辣椒面才不会糊掉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碗花生米倒进锅里 开火 锅里面不用放油 直接干炒 炒至花生米噼里啪啦的响 就可以了 关火放凉 准备一块不要钱的生姜切成肉片 再切成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大蒜切成片 切好后跟生姜放在一起 准备一根大葱切碎 准备一个洋葱对板切开再切成片 接下来准备准备几片香叶 几个八角 桂皮 花椒 我们所需要准备的食材就准备好了 最后准备一把香菜 锅里面倒入一点菜籽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的时候 把葱蒜全部倒进来 洋葱香菜也加进来 用勺子不停地搅动 把香料的水分尽可能地炒干 炸东西的时候尽量选择菜籽油 炸到香料水分快干的时候 把大料加进来 哇真的太香了 继续翻炸 像这样就可以捞出来 花生米已经放凉 要擀面杖 把它压碎 然后再把它敲碎一些 把花生碎放在辣椒面里 再加入30克白芝麻 把炸好的热油 加进去 用筷子搅拌 热油分两次加入 油倒进去之后 辣椒面的水放就会快速地蒸发 所以不用担心 刚刚放了水 不好保存 把辣椒面搅拌均匀后 把剩下的热油也加进来 哇这个味道真是上头 最后加入一点白酒 加白酒可以增加辣椒油 保存时间 而且增香 放置一会儿 里面的油就会浮起来 这个时候辣椒油就做好了 哇真的太香了 这样做出的辣椒油 比直接破热油更香 拿来做火锅底料 做蘸料 拌凉菜都特别香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